2019年的时候我骑车去过新疆 不过那一次的动机主要是过骑车的瘾 这一次千里迢迢跑来新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之前在BuzzFeed News上看过一篇报道 说是通过对比卫星地图确认了许多新疆集中营的位置 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规定 现在外国记者已经很难再进入新疆境内采访报道了 我当时就在想外国记者不能去 但是我可以啊 而且我想做城乡随拍这一系列影片的动机 就是想要记录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影片不再局限于我自己的吃喝玩乐 网站公布的也只有卫星地图的照片 这些标记的建筑具体在哪里 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 他们周围的环境又是什么样的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再次来到了新疆 从哈密市东郊的高速上下来就碰见两个检查站 第一个在意料之中 没想到乡村道路的路口还有警察查车 游客通常不会来这种地方 所以我没有直接转过去 而是先去了路口的商店 这里我假装是一名买东西的游客 不过警察并没有拦住我 显然他对我这个外地车并不感兴趣 这条小路与G20连货高速平行 道路两旁尽是田地和农房 由于Mapbox的卫星地图是2017年以前拍摄 而百度搜索到的都是中等分辨率的远距离卫星照片 我只能根据一些明显的长期存在的不曾变化的特征 来定位这些标记在一般道路地图中的位置 第一个要拍摄的灰色标记就在北村这里 这里有一条崭新而狭窄的铺装路 但是在百度地图上并未显示 柏游路显得很可疑 因为新疆乡村这种宽度的道路通常都是土路 周围种满了棉花 远处有一座粉色建筑 与周围的农房显得格格不入 这座建筑并未见到封闭的窗户和铁丝网 而且是灰色标记 我没有近距离查看 只能算是一个可疑的地点 一开始不敢离得太近 是因为心里感觉还是很慌的 毕竟有上次西藏无人机事件作为前车之鉴 我不想大老远刚跑过来开始拍摄就被警察撞个正着 所以行动上非常小心 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我在整个拍摄过程中都没有录制现场的解说视频 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因为如果录了一段素材解说 这里是新疆的某个某个地方的哪个集中营 然后恰好又被警察拦下来检查拍摄内容 那我也就直接进集中营了 沿的乡村公路一直向西前往哈密市区 经过哈密火车站来到前进大道河八一北路 这里有一个黄色标记 东侧的碧绿花园在卫星地图上非常容易辨认 标记的位置就在西侧 过了路口才发现这里是哈密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旁边是一个住宅小区 戒毒所并未标注在百度地图上 建筑窗户全部封闭 院内围墙上还有铁丝网 这里的硬件设施完全可以当作集中营使用 不过由于Mapbox的卫星数据实在太老 与现在的情况相差很大 所以结论是很可疑但不确定黄色标记就是戒毒所 位置所在 有一个红色标记在哈密市北交路这里 旁边是康河雅居小区 我开进这个小巷子之前先在旁边商店买了点东西 晃荡了一会儿才赶进来 这里大门的牌子上写着第十三师看守所 看来是一个政府单位 到处都是摄像头 根本不敢下车拍摄 这里本来打算从道路的另一头开出去 结果发现好像开不出去 看守所对面的围墙上也有铁丝网 不敢多做停留 假装走错路然后掉头走了 这个看守所的位置在百度地图上 同样没有任何标注 第二天开往天山以北 先到达木雷哈萨克自治县 在卫星地图上我注意到这两个标记 离公路有些远 另一侧是农田没有什么遮挡 以为方便拍摄 但是等我走到农田中间的时候 才发现那里容易引起人的注意 并不是很好的拍摄位置 然后我又换了一个位置拍摄 总之可以看守卫塔和铁丝网 符合黄色标记的描述 再往前路边有一个牌子写着木雷县看守所 这里应该就是刚才拍到有守卫塔的地方 然后路过一个卫生院在百度地图上有标注 但是培训学校和看守所都没有 根据以上现场查看确定这两个标记应该就是木雷县看守所和农牧民培训学校 向西到达吉姆萨尔县 这里有一个黄色标记 在卫星地图上比较容易识别 位于西域路和人民西路交叉口西北角 在百度地图上是一片空白 实际上是吉姆萨尔县拘留所 由于围墙比较高 所以能拍到的只有围墙和守卫塔 西边富康市有三个标记 先去查看市区北边这个暗红色标记 我根据模糊的百度卫星地图和Mapbox数据做个仔细对比 确认这个位置应该在G335国道宁硕路和南华路交叉口西北方向 但是在附近查看并未有所发现 只有一个废弃的院子 所以要么是我错了没找到地方 要么就是BFN网站搞错了 沿着G335国道继续向西走一点 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无名道路 从地图上看在Y109相到西侧 百度地图上有军墾农场水墨新村等标志 富康市另外两个标记就位于这条无名道路北边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围墙上的铁丝网和守卫塔 推测这里应该是富康市拘留所 富康市拘留所 有着非常多的标记 我只去查看了其中的四个 北边的三个位于城北大道和东战路交叉口以北 百度地图上有一个乌鲁木齐市第二教育角质局的标志 这个所谓的角质局的院子其实也是有铁丝网的 人行道每隔几十米就有监控录像 为了尽可能保证拍摄质量 我不得不把背包背上 把相机挂在背包上 这个背包让我看起来有点不是那么自然 游客怎么会来这里呢 我只能祈祷没有监控值班人员注意到我 步行了一圈我发现这里有围墙 铁丝网围起来的区域不止三处 游客或是不特地知道 你怎么看去 Believe in you 你怎么看这些人 能让自己走开 一大部分的地球 游客后就看到这篇文章 重明初的地球 游客役道路交叉 可以游客 全部游客 游客 游客 直接游客 不是这样的 随后我开车再绕了一圈 注意到有运输蔬菜的车辆停在某个集中营门口 再往北边走 路过第二教育角质局的某个入口 可以看到用铁丝网严密封锁的大门 所以推测教育角质局很有可能也在作为较低守卫等级的集中营使用 北边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 百度地图没有标注 路牌显示是高科路 这条路南侧还有多个大型的集中营区域 军舰有守卫塔并且有人值守 高科路用百度地图测量工具测的长度约1.1公里 从建筑规模来判断这里应该关押了非常多的人 这里应该是乌鲁木齐市地区规模最大的集中营区域 这里注意建筑物顶上的标语 隐约可见劳动改造文化改造四个字 松岛 做这条路的实中营区域 现在通过是一条路的覆虫 公里下方検程 第一条路上欢迎有了 通过是昨天你 乌密地图 那就忙了 有状菩计判断 又多ulf寡判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乌鲁木齐市南边的这个红色标记实际上是西山拘留所 进入亚山公园爬到山顶可以很容易看到其位置所在 有一个玻璃门上贴着五间区的字样 建筑物有突出的玻璃天窗 推测被关押的人只能在建筑物里放风 感谢观看 离开乌鲁木齐前往达坂城区 从G312国道下来有一条不起眼的小路 穿过铁路桥道路很快就变成了碎石路 我再一次出现在了游客不应该出现的区域 山坡的另一边有一座新建的还未使用的集中营 周围毫无遮挡所以只能爬上山头拍摄 还不敢站立拍摄后被人注意到 上面做了两座新建设 Gabriel 毫无遮挡咬山坡的准备 조片 成长不发生的 打板地区还有另外一个红色标记 推测可能是一个拘留所 不过我没有去查看 最后一天来到库尔勒市东郊 这里在百度地图上是一片空白 但是BFN提供的信息显示 就有好几个集中营坐落于此 从东环路开往G218国道 先是有一个党卫军军营在这里 在MAMBOX卫星地图上清晰可变 军营门口还摆了两辆坦克 远看还以为是天安门碾人的那一款 其实不是 这一片区域不止一个军营 周围的建筑可能是营房 或者别的附属设施 可以看到院内停了很多军用卡车 应该驻扎了不少党卫军在这里 在这些军营的背后 更远的地方可以看到有围墙铁丝王守卫塔 那里就是集中营位置所在了 本想离得近一点 可是没有道路可以开过去 最后一站燕祺市中心有两个标记 先来到开都河南岸 在一条无名小路停下可以拍到新建的围墙 守卫塔和铁丝王 集中营外围还有一圈五建筑 这里是一个黄色标记 集中营隐藏在这个红色大门院落的后面 从公路开过并不容易注意到 和对面桥头的位置是另外一个灰色标记所在 在桥上就能看见高大的黄色建筑 这里只有围墙 没有铁丝网和守卫塔 窗户也没有铁网封闭 跟最开始在哈密见到的粉色房子一样 灰色标记的建筑并不像是集中营 以上就是我去现场查看实拍的情况 因为时间有限路途遥远 我只对选定的一些标记做了有限的调查 最重要的是我只能拍到围墙外边很有限的影像记录 再多的同类型数据也意义不大 关于新疆集中营这个事情 外国媒体已经有很多报道了 我上一次骑车去新疆的时候也跟当地的汉族人打听过 有听说大量的维族人被当作廉价的劳工 外包拉到其他地方干活 不愿帮助中国政府监控自己同胞的维族人 也会被送进集中营接受教育 学校内也不允许使用维吾尔族语言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发生时 中国政府控制的警察当着那么多外国记者的面 敢肆无忌惮地打人杀人 所以在新疆这种外国媒体根本就进不去的地方 中国政府对维族人的迫害就更加是难以想象的了 不愿被奴役的人也不愿看到别人被奴役 愿中国政府共产党早日解体下台 结束这一切反人类的罪恶